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由委員登記發言 首先我們請留委員釋放並截止登記 謝謝院長 謝謝各位朝野的同仁 今年1月2號的時候中國國家主席提出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之後 民進黨政府加快腳步 足以修訂了國安無法 但是這樣的修法仍然不夠 因為中國統戰的資金早已透過各種方式滲透台灣社會各個層面 所以我們需要修反滲透法 前幾天中國國台辦在例行記者會上說 反滲透法是綠色恐怖 是大開民主倒車 是民進黨當局操弄選舉的一貫套路 這樣的說法根本是胡說八道 沒有民主的中國 曾經開坦克車鎮壓六四天安門學運的中國 竟然說台灣在開民主的倒車 真是滑天下之大機 偏偏在國內呢 有若干的政治團體搖香胡飲里外暢和 企圖用假訊息不實的訊息 用政治的語言來阻擋我們保衛台灣的民主 從今天反滲透法三讀通過 大家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麼這些日子以來 很多朋友受到影響 也跟著恐懼反滲透法 仇恨反滲透法 抹黑反滲透法 但是我還是要慎重的誠懇的跟大家報告 民主進步黨沒有這樣子的行思 我們在保衛人權 保衛我們自己國家安全上面 是可以取得法律上的平衡的 這兩天 我在我們的選區裡面 不管是一貫道 或者是男子的戴天府 或者是天后宮 甚至很多台商團體 對於反滲透法有疑慮的時候 我們都一一加以解釋澄清 後來同意的居90%以上 所以事實證明我們主流的民意 就是要修反滲透法 跟目前的選舉的腳步沒有關係 加油民進黨 我們永遠在民主進步的腳步上面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李委員 現在請陳委員歐柏 主席本院同仁 現今中國擷起 對世界主要各國都產生威脅 尤其對台灣威脅最大 捷克首都市長賀端普 曾經投書《華盛頓郵報》指出 從與中國的交往 可以學到兩個重要的教訓 首先 中國是一個不可靠的商業夥伴 第二 中國是一個充滿怨恨的國家 中國的惡劣本質 都讓各國產生警惕 尤其台灣共諜案頻頻發生 更可以秀出中國的滲透分化 無所不在 只有摧毀台灣澳人的民主制度 才能讓中國粗暴的集權統治得以維持 台灣就在中國對外滲透的第一線 極需要反滲透法 來保護國家安全與人民的利益 本院今天能夠順利通過 來展現戶台的決心 值得國人同胞感到欣慰 在反滲透法通過之前 外界都有所疑慮 中國國民黨甚至擔心 此法、形同戒嚴 搞綠色鞏覆 但在立法過程當中 兩次的朝野協商 以及主條的討論過程 我們朝野也建立了一定的共識 而且兩岸政策協會 最近的民調公布 有百分之七五五十七以上 超過半數的台灣民眾 贊成通過反滲透法 在此特別感謝 我們民進黨黨團 全體同仁順利民意 所做的立法努力 2020台灣料銀 相信台灣人民 會給台灣最公正客觀的成果 來展現 謝謝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禮委員洪軍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剛剛看到反滲透法三讀通過 看到民進黨的委員同仁們 在那邊歡呼 事實上 親民黨從頭到尾 沒有在反對這個立法 我們所反對的是立法的粗糙 我們所反對的是立法不夠嚴謹 所以 今天看到三讀通過了以後 未來在實行上面 會遇到的問題 碰到的問題 是喜 是憂 還未知 這個責任 我們希望大家記住這個時候 就好像 當初在投公投法一樣 一二再再二三的呼籲 必須要理性修法 結果 我們看到的公投法 所造成的後果 大家都還記憶憂心 我真的很語重心長的 在這個地方 真的在最後的勸告 國會的多數 絕對不能用阿爸的行為 國會的多數 是應該要尊重專業 國會的多數 是應該要尊重真正 立出一個法出來 能夠讓這個國家能夠長治久安 這個才是重點 以前國民黨 在執政的時候 從動員勘亂 到刑法一百條 他 歷經了很多的問題 修正了很多的事情 到蔡英文的執政 他 針對國安無法 他也有些漏洞 想要來補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國民黨那時候 至少還有 服貌問題還有半分鐘 民進黨這次 連一秒鐘也不給 沒有辦法充分討論 所以 真的是喜是憂 我想 未來的承擔 是很沉重的 謝謝 謝謝 李委員 下一位 請 許委員 謝謝 您 主席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想今天大家完成這個立法 從時代力量的角度而言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初步 時代力量其實增列了非常多面向 前面講反紅媒這一塊 遊說這一塊 以及訂定協商 聲明 我們希望能更完整 這整個一開始 其實在去年甚至上個會期的時候 實際上開始提 境外敵對勢力 反滲透併吞的時候 我們就期待它是一個完整的立法 後來執政黨猶豫 到底要不要立專法 還是修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時代力量也配合 甚至當時也有傳出說 選後再說 我們認為說有急迫感 所以不論在上個會期 在夏天的時候臨時會 甚至這個會期 每次變更議程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 或是禁服二度的時候 都希望能處理相關的條例 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的影響力有限 可是我們希望讓這個聲音 持續的在影響這個立法的議程 那今天也很高興 我們終於完成初步的立法 我們期待在未來 這不是結束而已 台灣的主權 台灣的民主政治 台灣的憲政體制 是需要大家不斷的去維護它 這個立法其實只是一步 就跟我們一開始覺得 國安無法完成了 就結束了 後來發現是不夠的 我還是期待我們的同仁 想想看 那時候在凱達恩大道 這麼多年輕人 在反紅媒 各黨都推了代表去 也做了承諾 這個承諾而進安在哉 難道是因為它對選舉沒有影響力 所以就不用去實踐它嗎 實在地讓我們的承諾 永遠會持續下去 不論是在這一屆的國會 謝謝 許委員 下一位請 許育仁委員 我們在2019年的最後一天 通過了這個反滲透法的立法 我想這樣的結果 是可以預期的 因為執政黨以多數的一個暴力 通過了這樣的一個立法 我想我們身在台灣 長在台灣 愛台灣這塊土地的心 是不容懷疑的 在這裡的173位委員 更是人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但是這樣的一部立法 它的主管機關模糊不清 這部法其實有點像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框架 把台灣給框住 但是實際上它的可行性 它的可執行性 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它是要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這部立法有可能成為一部法 它是永遠很困難被拿出來用的 因為它在立法的架構上 還有整體的一個實際的操作的情況下面 是非常不切實際的 但是我們要不要反滲透 我們一定要反滲透的 而且我們一定要對抗外來的敵對勢力 但是透過這樣的立法 有沒有辦法做到 我想這是人民給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最後我想利用這短短的時間 來討論來說一下這四年 我在立法院的一個經歷 我覺得台灣的政黨政治要進步 真的要給反對黨 給在野黨更多的空間 可以把聲音給突出來 我所經歷過的四年 是一個多數暴力 比如說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比如說年改等等 這樣的一個多數的暴力 的一個四年的立法院 但是我也看到了台灣政治上的美好 我看到了我們因為 對於社會進步議題 有一些相同的共識 兩黨可以放下旗艦 而做出勇敢的決定 所以呢 好 謝謝許委員 下一位請王委員定宇 謝院長 本席進行三讀後發言 我們通過的反滲透法 是讓唯一威脅台灣的中國 不能夠用它的銳實力 用它的資金、資本 對台灣的民主活動 進行污染、操控或者傷害 而這樣子的保護環境 對台灣的各額政黨 台灣民主的發展是公平的 裡面不會影響到宗教的信仰 不會影響到文化的交流 不會影響到台灣留學生的相關問題 看條文就知道 而對於有關紅色媒體 事實上在這相關的法條裡面 就它的行為也是可以處理的 我們今天通過了反滲透法 它不是結束 它是開始 我們在國家安全的立法上 從過去的三年來 從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服役條例 到國家安全法 到組織犯罪條例 到國家機密保護法 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到刑法的外患罪章 到國安法二之一、二之二、五之一、五之二 一直到今天的反滲透法 每一塊的堆疊 都希望把過去欠缺的國家安全機制 把它補齊 但科技在進步 敵人在壯大 未來一定還有更多需要強化 只有強化的國防 強化的國家安全 我們的富裕跟繁榮才會有意義 我特別要在這邊謝謝 不管是民進黨黨團裡面 很多對這個法案提出很多意見討論的同仁們 不同的政黨包含時代力量 甚至國民黨的一些同仁也進行討論 特別有一個政黨在立法院雖然沒有席次 台灣激進黨 他也提供了很多的意見 在跟我們進行討論 包含沈柏洋老師等等 所以這是一個全民期待需要的一個保護機制 而在未來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機制 讓台灣的民主選舉 真實呈現台灣人民的真實意志 每個政黨都以台灣的利益為依歸 謝謝王委員 下一位請王委員郭昌 請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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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王委員 時間會經過 時間會驗證 有沒有辦法處理是不是能夠落實 未來當媒體一手拿著中共的資金 另外一手把他們的廣告變成新聞的時候 我們還是不是按照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定 處罰10萬到50萬 還是果真目前所通過的反滲透法裡面 存在的什麼樣的條文 我看不到 我沒有看到 真的還有辦法來加以處理 最讓我遺憾的事情是 今天當我們在處理反滲透法的時候 希望能夠遏止這些假訊息 這些假新聞對台灣民主所造成的傷害 在審法案的同時 竟然還有不負責任我們的蔡總統 所說需要被處理的網軍 在外面拼命的惡意造謠帶風向 說時代力量 我們一開始提出的 這個增列議程 礦業法排第四案 會拖延反滲透法的審理 反滲透法排第一案 整個表決下來花五分鐘 請問如何拖延反滲透法的審理 按照這個邏輯 本月今天中午休息 下午休息十分鐘 全部都在拖延反滲透法的審理嗎 停止吧 這些惡意的網軍們 你們 謝謝黃委員 下一位請曾委員民眾 主席 各位同仁 國民黨支持任何的立法 可以提升國家安全 維護社會穩定 讓經濟有更好的發展 這是第一點報告 第二點 反滲透法在民進黨多數暴力底下 完成立法 但是也留下了一堆的問題 比如說像指示委託 定義不清楚 違反罪行法定主義 侵害人民的言論自由 恐有違憲之意 另外 民眾沒有任何的救濟管道 都給檢調去認定 但是民眾對檢調 或者對法官的可信度 支持力非常高 只有三成 所以完成之後 基本上我們認為 它是新的建言法 侵害人權 侵害新聞自由 侵害言論自由 所以國民黨團 將會會同 親民黨 已經完成連署高達39位 所以主要 蔡總統在近期公佈實施之日 國民黨就會到司法院去申請示獻 希望屆實施法院的大法官能夠秉持良知專業 能夠做出最好的視線 能夠維護人民該有的基本權益 也維護新聞自由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曾委員 登記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第二案 營業秘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謝謝